愚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愚痴就是一个人 用尽自己的聪明 去做错误的事情 他感觉到这样做还很聪明 实际上这个事情做错了 他不应该做 也就是说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自己并不认为 这样有什么不对 其实这就是一种愚痴的做法 做这一种事情的人 暂时称他为愚痴人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较形象一点 佛在《百玉经》上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户人家 主人要出远门办事情 临走前就把佣人叫来 跟他交代 说我这段时间不在家 你呢 要把门给我看好了 还有我养的一头驴子 你呢每一天帮我照顾好 我还有一根绳子 很重要 千万不要让他丢了 这三件事情 一定要给我办好 等我回来 如果出了问题 我要追究这人 这个佣人呢很听话 主人走了之后啊 他就天天想着 门看好了 驴子照顾好了 绳子不要丢掉 谁知道呢 没过几天 他这个村庄附近啊 来了一个歌舞团 好像我们今天的明星 巡回演唱这一类的活动 他一打听啊 听说 这个歌舞团里面 还有自己非常崇拜的偶像 某某人 所以他心里面就痒痒地 就想我也要去看 这个机会很难得 这对一个歌迷来讲 这应该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可是主人又交代了 门要看好 驴子要照顾好 绳子不能丢掉 怎么办呢 又想去听歌 又不能耽误工作 想来想去 为什么不这样呢 于是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主人说了 把门看好 于是 找来螺丝刀 找来工具 就把门给拆下来 把绳子看好 于是他就用绳子 把门捆好了 把驴子照顾好呢 让驴子拖着门 用绳子把门捆在驴背上 然后他牵着驴子 拖着门 去听歌了 他那边参加完演唱会回来 家里面可想而知 这个家门大开嘛 里面东西肯定都丢光了 可是他不以为然 因为门还在啊 驴子也在啊 绳子也没有丢啊 主人回来之后 就责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得很清楚啊 你要把门看好了 驴子照顾好 绳子不能丢掉 怎么回事 家里面东西都被人偷走了 这用人感觉自己很委屈 说主人啊 你说把门看好 门还在啊 门是一点都没有损失啊 那个东西丢掉跟我没关系 你没有说要我看那些东西 只是交代我把门看好 驴子也好嘛 绳子也没丢掉嘛 他认为自己完全没有错误 主人给他弃个半死 他还在那边感觉很委屈 这是什么呢 这一种情况 就是说明自己 对自己的行为 并没有认识到 他有什么不妥 当然这是一则预言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这样离谱的人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类似的情况 肯定会有 很多会出现在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社会大众认为的不正确的行为 违背道德伦理观念的这样的行为 在佛法里面讲啊 就是这个人 恶业很重 造作恶业 如果跟这一类人交往 常常常常接近 自己难免不受影响 这在教我们选择 人生的伴侣 所谓人生伴侣 就更多的是朋友啊 我们这一生 跟什么人在一起的时间 最长呢 跟父母 在一起的时间 很有限 所以俗话讲啊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我们有很多时候 是跟朋友们在一起 包括现在也不例外 我们每一天 难道是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吗 难道是天天守在 自己的家人身边吗 尤其今天这个忙碌的社会 我们很多时候 那个家 不过是睡觉的地方 我们很多情况下 都是跟朋友在一起的 因此 朋友对我们的影响 至关重要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佛陀先讲这一条 因为朋友 我们的交往对象 直接影响 我们的生活习惯 直接影响 我们的很多想法 看法 所以不能不选择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位大哲学家 莫子 莫子有一天 路过一个人房的门口 他无意中看到 那个染坊的工人 拿那个鲜白的布料 放到染缸里面 去染颜色 放到红色的染缸里面 过一会拿上来 布就变成红色 放到黑色的染缸里面 拿出来 布就变成黑色的 放到不同的染缸里面 拿出来 这个布颜色就不一样 于是 莫子就很感叹 说出了这样两句话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什么意思呢 你看那个布 放到红色的染缸里面 拿出来是红色的 珠和赤都是红色 静默者黑 放到黑色的染缸里面 拿出来就是黑色的 莫子有词 就联想到很多事情 所以一个人也是这样 常常跟好人在一起 不知不觉 他就变成好人 常常跟不好的人在一起 无形之中 他也会受一些影响 像这一类的总结有很多 儒家有这样几句话 说一个人 如果常常在兰花园里面游玩 那就好比什么呢 我们平常跟善人交往 在我们的生活 社交圈里面 有很多善良的朋友 有贤德的人 有知识 有学问 有道德 我们常常跟他们交往 哪怕我们没有心 向他们学习 就像我们去花园里面游玩 走进兰花园 在里面逛一圈 走出来 身上 有余香 有香味 我们感觉不到 与善人交往 柔入知蓝之势 久而不闻其香 就是我们出来之后 我们自己感觉不到 有什么变化 但旁边的人 他感受到 他说 你身上怎么有香味 就像我们到香水房里面 绕一圈出来 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不会明显 别人呢 一接触我们 就说 你是不是洒了香水 我们说 哪有啊 因为我们 曾经在这个香水房里面 绕了一圈 虽然我们没有意识去沾染 但是 我们已经被影响 好的影响 反过来 与恶人交 与不善的人交往 哪怕我们认为 能够洁身是自好 我不会沾染他的坏毛病 他是他 我是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好 交往久了 物质不绝 就受他影响 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 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人入鲍鱼之室 到这个鱼市场 你去逛一圈 不用太久 逛一圈就行了 明天早晨到鱼市场去逛一圈出来 自己感觉不到 旁边的人呢 跟我们一接近 他就会闻到 你身上怎么有那么多的鱼腥味 我们不是鱼贩子 我们也不是鲨鱼的 我们也没有吃鱼 为什么会有鱼腥味呢 因为我们在鱼市场绕了一圈 绕一圈 尚且如此 天天在里面 那我们就浑然不觉 就是自己浑身变得很腥臭 自己都感觉不到 别人说我们很腥臭 我们还觉得很冤枉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久而不觉且臭 与之俱化 由此看来 交往的朋友 确确实实 能影响 能影响我们的思想 影响我们的行为 这个影响 是无形中的 很多人都忽略了 所以 古往今来的圣者们 在这一方面 给我们提醒 佛陀在这里 一开始 也是这样提醒 人生要想 得到吉祥 一开始 我们先要远离 那些不吉祥的因素 不吉祥的因素 不外乎就是负面的人事关系 然后负面的环境 第一条 讲人事 后面 紧接着 就是讲环境 选择居住的环境 这很关键 不要接近 愚痴之人 那有人说了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们有时候 为了业务上的关系 或者为了某一方面的因素 我们不得不跟 某些人打交道 甚至我们明明知道 他们有些行为不好 交往久了 我也担心 我会受影响 但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去面对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自己要提高警觉 我不要染上他的坏毛病 不要染上他的坏心情 更进一步 回过头来 反省一下 我身上 有没有一些坏毛病 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习气 我会不会给别人 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 这个是一种互动 当我们认为 别人是愚痴人的时候 可能别人也这么认为 你这个人也不怎么聪明 也不怎么样 所以 我们多少 也要有一点自知之明 这叫觉悟 一种自觉的状态 不要接近 于是是人 纵然接近 不要向他学习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原则 有人说了 那没关系 我不管跟什么人交往 我都不会受影响 这没关系 这是在社会上 久经历练的人 心里面有主宰 更进一步 还有一部分人 不但不受别人的影响 他能影响别人 在福法里面讲 不被境界转 才能转近 有个例子 我可以在种种娱乐场所 不受他们的干扰 而且我跟他们在一起 时间久了 通通都把他们劝道 来跟我学佛了 这是假设 假如我去 我到里面绕一圈 他们因此对佛法有好感 绕两圈 他们都归一三宝 绕三圈 他们都跟我出家了 那太好了 如果有这样的能力 那不乏可以跟所有人 任何人 乃至跟国际恐怖分子交往 都没有关系 事实上 这一种人是比较少的 那是自己真正觉悟之后 才有能力去影响他人 对于多数大众来讲 我们是处于一种学习的阶段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 交往的对象 那么重大众来学习的阶段